蛮多身边朋友的关心,会好奇自己的情况 所以我们整理了来澳洲后才知道的五大事件 这个是我们的亲身体验 也许你来到这里过后,也会遇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就通过这个影片来分享一下 第一点,一天气如何? 澳洲是一个国家,但是有很多周数 我们住在维多勒州,Melbourne CBDC 中心 一年有四个季节 分别有春夏秋冬,四个 春天九月到十一月,夏天十二月到二月 那个是最爽的,最不冷的 秋天开始过月了,三月到五月很漂亮 六月到八月就是冬天,非常冷 就好像我们现在讲 是的,没错,很冷很冷 季节不同,太阳公公出现和下山也不一样 太阳可以早上起点多出现 也可以在下午四点完全黑到晚 天气每一个小时都一直在转变 天天出门,我们也是要看天气的免色 以前就好咯,不用看天气 只要翻下雨,穿拖鞋,短裤出门就ok了 夏天的时候晚上九点都有太阳 有时候就一下子,现在早就没有太阳了 幸好这里卖衣服的价钱没有很贵 还ok一点 只是要准备冬装咯,要买多一点衣服咯 Singlet这种就简直派不上用场 没有机会用到 十 在这里,会在外用餐消费吗? 这里的中餐西餐的价钱大约是在十块钱到二十块钱之间 它价钱是会有点贵,但是是买大份一下的 有时候可以两个人吃 是你觉得太大份 写写咯? 对,也可以写写咯 如果不确定,我们先多买一份来过后 才决定说如果不够,我们再加多一份 所以我们就很常在家里煮 现在我们对煮东西还是蛮有兴趣的 每次都发明自己的新食谱 看下怎样煮啊,这个哪个 关于烹饪的影片,我们会陆陆续续会去做啦 大家记得支持一下 订阅 哈哈哈 住 租金费用 住的方面 大致上分为两种 有abartment 还有lander abartment 两个房一个厕所 平均的价钱是在250到400之间 是每个星期的价钱 市中心比较多abartment 附近也比较多超市 还有shopping mall 也比较方便啦 嗯 lander的话 就是有三个睡觉房 两个厕所这样啦 standard啦 价钱也是250到400这样子 CBD 市中心就没有lander咯 一定要到家外一点点 有的也是蛮旧的 有一些要找啦 新一点可能就不一点咯 是的 真的 那时候 我们怎样找房间呢 我们是通过 real estate app里面找 记得要花时间 booking 去找agent 月时间 看房间 然后如果我们看了房间 如果是ok了 我们要submit 个人资料给agent 然后agent 筛选 比如讲 我们在看房间的同一个时间 有五个人都要竞争 哪一个单位的话 房东 他就要去筛选的五个里面 选一个 快的话 三天到一个星期 可以找到一间家啦 如果慢的话可能七天到十四天 工作天 是工作天的 毕竟这里是澳洲的效率 chill and balance 我还记得谁 行 行 行 讲讲这里的交通啦 市中心里面 就有免费的电车可以做 如果那个电车要到四驱以外 就要花费了 有费了 大概一天要八块钱 可以用 是来回吗 对 是算一天这样子的 八块钱这样啦 蛮够的一些 是很贵的 套币半块钱的 嗯 如果要去四驱以外的地方 就是要有车 会比较方便一点 公共交通 就蛮吃时间 而且Uber Didi 这里是蛮贵的 也不便宜 对 其他性格 来这里咧 要有心理准备是很高很高的 这里抽税 抽够够够的 可以高达三十多巴仙 这里的最低薪资 大概是二十块一个小时 通常去interview的时候 要谈薪水 是直接给你一年的那个 package 那像我们以前是每次讲 月的嘛 这个月三千块两千块 这里是一年一年 哦 这里是算年收费的吗 对 年收入这样子的 直接跟你讲一年 你的配套是多少 澳洲 这里 什么都要保险 step by step 没有 shortcut 单单考车 单单考车 我们就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才拿到本地的车的 license 所以这里就是澳洲 我记得谁 真的很有效率 还有一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是这里的时差 澳洲就好像一个蛋糕 有分东中西 我们是在东南这一边 Victoria在这一边 东南区这一边是叫AST 时间是加10 中部的标准时间是UTC加9.30 Perf在西部 时区是UTC加8点 可是如果有下令时的时候 时差就会再多一个小时了 下令时只有在南部 还有东南部的地方 用到的 在每年的十月第一个星期天 到第二年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天 以上是我们的个人分享 只供财考 还没订阅的朋友 请记得 订阅、按赞、分享 你的支持 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1 1 1 2 9 2 绝对 5 3 5 5 6 3 8 5 5 5 6